好 观众朋友 大家继续来收看2011年的亚洲女排锦标赛 这是第16届亚洲女排锦标赛 中国队和日本队争夺冠军 这是中国女排进军伦敦这个征途当中的第一步 当然第一步的我们这个主要的目标已经达成了 现在是争取再夺回亚济赛的军军 因为第一步的目标 进军伦敦的第一步是先要获得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争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去争夺三张入场券当中的一张 今天的比赛中国队一开局 在发球环节也是表现得相当不错 打乱了对手的一船 这样在第一局占据主动 25比16先胜了一局 然而第二局上来为球队发球下网 日本队的综合实力还是比较强的 中国队在后面还是要做困难准备 调整强弓 火球 打入不定 咱们这两个主公在最近这两场球打的确实不错 一人能打出力量 三个人能打出点和线来 这一局打的质量也很高 皮拉盖非常的平 而且下转非常的果断 一队一篮网 打得非常深呢 圆网阻力短平 但是没有打死 没打着 打高点 打水 滴网 自己没有处理好 这就防守 防得有点太逼网了 所以防守尽可能稍微防高点 让二船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插上 一船不太好 开网打调整 日本的后排把车防起来 但是也没有机会 好 只能战术功 真是有战术 还是上的不是很舒服 对 从有点平衡 四号尾拉开 对方拐个直线 所以这个就是体现出 你要想反击得分 防凡质量 上得不好 开局1比4落后 你只要叫一个暂停 这时候可能就是心理上受感影响 一局大比分全胜之后 第二局上来以后有点放松 这是自觉不自觉的 对 每个队员在这些时候都可能产生这些问题 但作为优秀的队伍和优秀的女员 就很好地把握这个时机尽快地调整 对 中央队还是自身师傅 我送了两分 选择不能现在是4比1两线 咱们队还是首先要把一拳稳定 前面开局一传表现的不是很好 那这种情况就是互相给压力 对 如果你发球也好 还是往口上也好 给他压力大了 就才能够出效果 一传不到位 他落点都比较深 球速也很快 这些两个调整弓被对方玩住 好球就交叉 反期打了就交叉 所以张磊这种跑的能力确实是强 后面绕着过来 把复弓晃起来了 一个空网球 对 好球 好球 一传也不好 电条到4号位 强攻 中央的双蓝满满球拦回 跟他保护起来 4号位再打 再来 好球 中国的碧玉充分了 自己晚上有事 我们现在一传不到位之后 他的进攻也是挺吃力的 这球二传和复弓的配合相当默契 彼此很信任 一传稍微有点开 电过来 稍微有点圆往 两米线 但是 荒布惠里香 根本就没受影响 自己的节奏 提前起跳 这个竹下家将 球也是及时到位 及时送到 好球 张磊到位 好球 看到了 哎呀手上太软了一点 软了一点 还有机会 又一个跑动 二号交叉 打了个脚架哈 打了个脚架哈 打耐心一点 强弓了 对 三人来往 把球会得起强弓 面对三人来往把这个球斜线扣进 咱们中国女排这两门炮 确实最近有很大的进步 这些阶段 强弓的实力有所提升 好球 好球 非常好 破坏对方一攻 老球 这个卫修业组织的也很清楚 在前面几个都是拉开 都是马运门都是虚晃 这个球给一个10 给一个10的 所以就说二三主战出来也主动的变 要调动对方 这成了5比5 回敬了对方一个4比 张磊这发球轮还是给对方威胁很大 又是个破坏 好球 或者其小斜线再中一个 其实出现调整弓的时候 还是要争取有篮防的成功 对 但是现在这本队拦我们两个强弓 还是没什么办法 这种已经暴露出来的强弓 他还是拦不住 中国女排还是靠发球打开局面 把比分坠了回来 上一局比赛也是张磊的发球开始带动 对 一开始也做不错 张磊已经开始了发球 把对方冲垮了 13号新国磊杀 后宫 好球 打在死角上 刚才是王爷梅3号为一个后宫 三位后宫等于在打了一个开网交叉一样效果 前面有复工进行养护 直接手没伸过去 蓝王的准备还是不充分 蓝快弓和蓝高球还是不一样 蓝高球你要是再慢慢等 它能够做出来以后你再伸手 但是蓝快球要比它早伸 上去蓝一条线 你看它动作的时候 球已经下来了 不过往 不过往 也犹豫了 张宁杏子在处理这个球是谁也犹豫了 被中心的懒死 8比7 还是跳的有点偏高 起跳太早了 没有过往 4-4金球 应用对手的失误 中心再得一分 绑盘是4比1 中国队比什么队多得3分 来往是1比0 中国队在前面还主要是靠发球打开局面 把比分追了上来 双方继续比赛 中心队在第一局是25比16取胜 第二局现在8比7领先 目前下肢打得比较巧 转直线 打扯出键 它是比个斜线 然后一个转身 比斜打直 一个轻打 好球 担脚被快 日本队的教练员 来看这个技术统计数据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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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慌不愧李箱被溜被王一梅揽死 这个王一梅拍的比较准 现在10比8领先2分了 尽管开局1比4落后 但是后面逐渐的把比分追上 还要打荒不愧李箱这一点 远往强行打飞飞 但是自己扣球出键 日本队请求暂停 日本队请求暂停 日本队快攻被拦以后 心里有点发虚 匕首出界 双方在一攻和失误环节差的并不是很多 但是中共队还是抓防反的成功率要高一些 这场就中国女排是冲击队 因为我觉得还是因为日本的之前的表现情况也要比中国队更好一点 就是试锦赛的第三 而且之前又用二线变成 二队就赢了中国队一场 所以中国队还是冲击对手的这个姿态来比赛 今天表现得更放心 能够让日本队稍微感觉还有机会的就是他们的12号核心队员木青沙之 今天到现在为止的状态很早就掉进去了 也是一样压我们那边四号位主公 压主公 他在这张在你身后会有点犹豫 再画一个前驱 摊头 打到头上了 其实我们过去讲日本队为什么比较强呢 就是他这种防守的效果 小球的技术都非常好 今天根本没体现出来 今天盼着两人 前两场日本队的防守还是非常出色非常不错的 今天就是说一点看不出来了 就像这种球 他就像以前是不太可能骑给你摊头的 对 还是心情不稳 或者是百位过高了 而且再有一点就是日本队 他其实他的一次攻这种攻击的实力也不见得很突出 但是他是靠跟你打防守 靠跟你打来回球的 几个来回球一打 我的质量始终很高 你越打越乱 但是今天他在一攻效果不好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玩命发力或者拼命变现 对 没有进入反击阶段自己就失误或者被拦了 相反其实中国今年在防晃 外面占了优势 中国倒防起来不少好球 其实今天的球 这个几次 三次来回以上的球很少 对 这样日本队小球串联技术好 根本倒不了这环节 看不出来 真是看不出来了 好球过去 还靠二号进攻背篮 然后日本队今天的背篮和进攻失误 对 这段时间主要靠篮王打稳定的局面 把比分之间反超 目前已经篮死了三分 日本队这样打呢 就使得中国队王口上那种优势更能够发挥 一个队伍首先是扬长 其次赛是弊短 一定要把这个队员的积极性 保持自信心建立起来 那鱼盘又不到位 强攻 平打 好球 回去了 中国队防守方面很拼 好球 快球再次防起 调整 日本队把球电飞了 中国队今天其实在这个 起码在三次以下这种方法 防守环节还是挺拼的 有些球尽管无功 但是还是能够防起来 日本队反而显得有点急躁 以往的像这种来回球一般都是日本 今天几个来回球全是中国赢了 优势是在于我一下打不死 两下打不死 三下打不死 但我可以坚持到第四下第五下 今天他坚持不到第四下第五下 传有有失误 乱了 然后16比11 中国队领先5分 把比分拉开 第二次进出战停 中国的防反环节确实表现不错 从他的发球 包括他的篮网 还防守的反击 这方面中国队在这段时间的提高 确实是很快 本来防反这个环节是 感觉日本是在上风的 但是今天第一局第二局 中国队大幅度有点兴 第一局是11对2 这局打到现在半局过去已经6对2 排球的规律就是这样 得防反者得天下 光瞄是一公没用 关键在于防反的水平 那中国在第一环节上 第一回合上就发球 包括第二环节的篮网 第三环节的防反 都做得很成功 很明显的 阵容里换一个人 以前可能你三个人都能扣球 但是没有人能够防守起球 或者串联调整 杨基尚大家还弥补他 现在撤下去一个之后 有人送炮弹 以前都是上去砸的 没有在后面送炮弹的 他除了砸以外 在下面小球还是弥补他 但阳界条件确实是好 两三年以后 可能还靠他 双方继续比赛 双方继续比赛 出境哪个短球 日本的16号破田 应该是换了个主攻 这是市井赛的时候的主力队员 一旦到位 下火很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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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球打得很深的 不好防 踢盆在五六米线 最近说马云门今天的效果很好 我觉得在魏丘烈的思路上也是调整了一下 以前是上来就打他 因为马云门过去是我们的强点 就上来就打他 人家已经挺注意你这一点 今天是先把其他点先打几个之后 再打到二号位的队队 这种球在日本队应该是很少见的 这种球在日本队应该是很少见的 小球号称优势 在这里看了比中国队差远了 对 今天中国队赛场上显得比对方要细一点 起码我们效果好一点 像这种局面 我估计日本队也没想到 好球张浅一个防守 两个人来往中间没有并上 所以还要看防守啊 你没有防守哪来的防反呢 王梅的进攻有一半的功劳在张浅的防守 日文队请求赚停 现在19比13 ok 好 继续 好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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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